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命 我们这集偏向于学术 但是仔细去听 出学你也能感知一二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我们怎么说呢 把它总结凝联 一共就八个字 从二十二个字里面 就是天干十个地质十二个排列组合 而且羊的只能配羊的 总共五十多万种 平均到大概 曾经计算过 一个城市的一个区 只有一个同一时辰出来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说一个好命 它一定是五行不缺 五行俱全 是什么 这种往往是平凡的命 但是如果你流通的好 来什么都不怕 来旺的也同样能化 能来凶的 逢凶化机 能弱的听他 下个厨房 欲强的强 欲弱不温 你想强就强 不强就弱 所以说 这个流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有的你真的五行来哪个都不怕 都能通 全局全都是用神 这个太难找 这种几乎没有 但一定也有 包括神仙一般 不在五行中 反正来的五行 我全能都 怨化 就是了 那不是神仙 当你没有这种命 你要修成这种 什么都不怕 来的这些 好坏对我来说 无所谓 全都是好 无所谓 天道无其凶 那你内心这种 这种运气 已经足以 抵抗你这种 外命 抵抗你肉身 不足的 但你这都不是 无我 是吧 无物 无为 这才真三个 我们以后再说这些 然后 单独这样 这是个大框架 它还有小的背景 就是 一定要 寒暖造势平衡 都在天上 四奶昏寒 舒适造 落地 身份 结果 开花 然后再 翻过来 远横立正 那么这个五行 平衡 它里面具体 还有平衡的方法 互相 因为之间 都有牵扯作用 总之 行冲 克害 少 或者冲的 掐到放出 那就最好 那月链 相对于 其他的 就重一点 尤其 越往北 显出这个月链 作用越大 为什么 你想一想 以后我们会提到 那 你一定要 科学的方法 思维 对吧 我们得入流 得上大压之堂 才行 那冬天 那么 其他的火 就要旺一点 如果是春天 朝气蓬勃 太飘了 也不行 收敛 消杀之气 修 就要多一点 最后 锦上添花 的是什么 阴阳顿挫 阴阴阳 阴阴阳 阴的我就变阳 阳的就变阳 凡事不过 中道 这才是自然循环 无声无息 始终 可以长久维持的 感谢 感谢 感谢